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射雕英雄传》的观众应该还记得 小说里这绝顶高手吸毒欧阳峰 因为倒着练九阴真经 结果走火入魔发了疯 而他疯了的最大的标志 那就是不会好好走路 改成这个头朝下拿大顶走路 小鹿蠢子拿大顶呢 那是为了放松情绪 欧阳峰拿大顶呢 那是因为走火入魔 好也罢 坏也罢 总之啊他各有各种原因 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和他们差不多 整天呢也是头朝下拿大顶 那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锻炼身体 练功夫 走火入魔了 都不是 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看下面的故事 前不久的一天呢 这郑州火车站的广场上 有一对举止奇特的父母 引起了大顶的故意 怎么个奇特法呢 奇就奇在这个爹呀 他抱儿子的姿势 那别人抱孩子 那都是拖着这屁股 搂着腰 您再瞧这个当爹子 却让孩子头冲下 还就这么倒掉 看到这儿啊 那肯定有人要说 这当爹子也真是 你说这么大人 连个孩子都不会抱 哪有这样抱孩子的 这孩子顽皮 那你也不能这么游着他呀 你看嘛 这孩子难受的 您要这么想吧 那可就冤枉着做爹子 人家他不是不会抱孩子 他是没办法 怎么回事呢 这样 那就得从三年前说起 抱孩子的男人 名叫许春生 是河南省碧阳先生 怀里的孩子呢 就是许春生五岁的儿子 许海洋 为了给孩子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三年前许春生呢 就领着全家到深圳打工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到深圳之后啊 这孩子非但没能过上 更好的生活 反而还出事 病了 什么病呢 原来啊 一天半晚 这小海洋子突然吵着说肚子疼 还在这个床上呢 打起了管 许春生这两口子呢 虽然着急 可心想啊 这小孩子肚子疼 无非就是吃坏了东西啊 休息一下就好了 谁能想 到了半夜啊 这孩子还是闹个不停 看来这情况挺严重 许春生两口子啊 这下可就不敢怠慢了 赶紧就抱着孩子 就去了最近的医院 医生都说没什么大事 那两口子算是松了一口气 带着这个医生开的药就回家了 可没想到 小海洋这吃了药之后 这肚子疼非但没好 哭闹的时候 反而还多了一个诡异的动作 这可就怪了 你说小孩肚子疼 大哭大道那都正常 可怎么还自己拿大顶呢 难道这样你个肚子就不疼了 许春生也这么问过儿子 可这孩子小啊 那他也说不明白 反正从那之后 小海洋三天两头的汗之后 一疼呢 还就摆出了这个奇怪的 拿大顶的姿势 是又哭又闹 哎哟 那个惨劲啊 你就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这做爹妈的呀 那更是心疼啊 两岁男孩突发怪病 莫名富腾 离奇拿大顶 四处求医 却始终难觅怪病根源 那么事情会有转机吗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紧密 上一节说到 荷兰农民许春生的儿子小海洋 两岁那年啊 突然就得了一种怪病 现在呢 这个肚子疼 疼起来呢 还撅起屁股 莫名其妙的就拿大顶 一个字 怪 为了找出儿子的病根啊 这许春生两口子 跑遍了儿科医院啊 各种中药 西药 那都吃遍了 连偏方啊 都试了不少 可这小海洋的这个怪病呢 却丝毫不见后边 哎 这正规医院呢 瞧不出毛病 那大仙啊 大师啊 那可就粉末 有一次 有一个大仙 特意的就赶到医院说 你儿子 这是命力缺水 中了血 才会得这种怪病 只要贴了我的膏药 再改个名字 包好 你说药哥以前呢 许春生两口子 那可不信这一套 可到了这一步 他没办法 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他们赶紧就花高价 就买了大仙的膏药 还把儿子的名字呢 从许金金 改成了许海洋 哎 这药也贴了 名字里面也有水了 可结果呢 他不说 那你也猜得到 小海洋 还是三贴两头的 对我拿大点 唯一的不同 那就是肚子上 多了一块被膏药 烫出来的伤疤 就这么着 三年过去 为了给孩子治病啊 许春生 可以说是倾家荡肠 工作也丢了 全家呢 被这孩子的怪命折磨的 那是心理憔悴 才三十出头的 许春生啊 就开始大巴大巴的掉头发 早早的 就谢了 我看到人家的孩子 都跟他同样一样 大的孩子 人家都从去 都去年都上学了 我的孩子 想过了两年多了 还没有学 是啊 都说 孩子是希望 可许春生的希望 在哪里呢 深圳 那是待不下去了 最后 许春生 只好带着孩子 回到河南 继续求医 在郑州几家大医院呢 医生给小海洋 那是做了详细的检查 他一查呢 慢性蓝胃炎 肠套蝶 胆道回忠等等 这些个可能会导致 小孩肚子疼的 常见原因 那都被排除了 至于小海洋 疼起来时 摆的那个奇怪姿势啊 专家们连见都不见 都说呀 乌漏偏逢连野语 这话他一点都不讲 在郑州 孩子的病根 他没找到不说 那么许春生身上的 仅有的一点钱呢 还让这小偷给偷了 到了晚上 这爷俩 连点旅店都住不上 许春生只好就抱着孩子 在冷风刺骨的 火车站广场上 一走就是一个晚上 这时候啊 小海洋的这肚子呢 偏偏又猛烈的疼了起来 而许春生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孩子疼的 受不了的时候 倒着抱抱孩子 再给这儿子揉揉肚子 许春生后来说呀 说当时 他真想找条河 跳下去 来个一了百了 可是呢 看着怀里的小海洋 他知道 自己啊 他不能就这么放弃 可是 今后 该怎么办呢 哎 就在许春生流落街头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陷入绝望的时候 郑州的媒体 他发现了这对 肯定的活动 对他们呢 伸出了援助之声 向全社会 发出了呼吸 河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大河报 偏偏报道了 许春生 三年来 鞋子求医的经历 而电视台的 跟踪报道呢 更是让很多热情 善良的市民 知道了小海洋的事情 纷纷慷慨揭难 在媒体的帮助下的几天之后 河南省人民医院呢 就接受了小海洋 医院呢 还组织了最强的专家阵容 决心要治好小海洋的怪病 不过 面对着来之不易的机会 许春生 却没显出多少兴奋 为什么呢 三年来 曲折的求医之路 已经让他 丧失了信心 海洋自己的感觉 都呢 就是好像说 我的病都治不好了 到时候一去看 他也感觉了 他自己都放弃了 我的病都治不好了 我信仰呢 我这又是一次失败 许春生他没信心 但医生都却不能没信心 这位 那就是医院专家组的组长 儿科主任高丽 人家那可在喝过 洋墨水的海归博士 各种儿童的疑难杂症 他没有不清楚 不过 第一次看见 小海洋发病时的样子 高主任呢 还是吃了一些 来病房第二天 我就拧叫了 这种怪病你说实话 连见多识广的高主任 都没见过 那前面说了 那些常见的 能够引起孩子肚子疼的原因 都被排除了 所以这次专家们 只好往那些不常见的 可能上去想了 因为这小海洋 他生在环境和水质 相对比较差的农村 那么高主任呢 首先就怀疑 孩子的怪病 可能是微量元素中毒引起的 我们知道 人体里的微量元素 你多了少了 它都会出问题 一出呢 还近是稀奇古怪的大问题 就拿咱们前不久的 一期节目来说吧 辽宁大连 他有一位王芳王大姐 42岁那年呢 突然就有了一个爱好 什么呢 吃梅 烧火做饭用的梅 就那么大块大块的 往嘴里面送 嚼的那叫一个香啊 怪吧 看过节目呢 您就知道 王大姐 那是因为得了缺铁性贫血 而这个铁元素的缺乏呢 又让她得了一种叫 一石P的怪病 这才吃梅成瘾 哎 缺铁能够整出吃梅 这样的怪毛病 那小海盈这查不出原因 那是肚子疼 拿大顶 很可能也是身体里面 缺了什么元素 或者是多了什么元素 那究竟是不是呢 很可惜啊 医生把小海盈的血呀 尿啊都查了一遍 结果显示 他身体里各项微量元素指标 都很正常 内脏器官的呢 也没有任何病变 也就是说 小海洋的怪病和微量元素 它没关系 那还可能有什么原因呢 哎 会诊的时候啊 有专家又提出了 会不会是孩子的脑子 他出了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脑子出了问题 那也会让人做出一些 怪异的举动 有观众呢 可能还记得 咱们前不久呢 讲过一个孩子 他的脑袋里面长背壳的故事 重庆男孩王超 本来呢 是一个一岁就能够被唐试的神童 可后来长着长着呢 他不但不会走路了 动不动的手脚就抽个不停 还开始呢 像小狗似的嚎叫 他怪笑 怎么回事呢 那么起先医生啊 也是找不出原因 那么后来呢 做了开颅手术才知道 一岁的时候 王超啊 他摔过一跤 结果呢 脑子里面就开始缓慢的出息 时间一长 这些血呢 在脑子里面还结成了一个 贝壳式的硬块 而这个硬块 就是让王超 十几年来 一直莫名其妙的大笑抽搐的 罪魁祸 哎 脑子里的问题 能够让王超抽搐和怪笑 那说不定也能让小海洋 这肚子疼和拿大点吧 想到这呢 高主任赶紧就安排小海洋呢 又做了一次脑电图 一查呀 哈哈 还真查出问题来 有这个电间波 而且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 尖波 尖慢波 考虑是个符合性的病 癫痫 咱都听过 民间呢 也叫阳脚风 这是一种神经元异常放电 它导致的大脑暂时性功能障碍 哎 你说查出了以前没查出来的毛病 那它总该就是让这小海洋肚子疼和拿大点的罪亏过手 啊 可是 看着检查结果 这医生们呢 却不敢说这话 为什么呢 这癫痫病你说他们见多了 患者一般都是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 所有的这个症状里 就是没有这肚子疼和拿大点的脸 这下 可让医生们恼头了 难道说小海洋身上还有别的病 或者说小海洋的癫痫 他发作起来跟别人不一样 哎 正当诊断再次陷入重重疑团症的时候 许春生手里拿的一个药片 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为什么呢 感情这药啊 它不是医生开的 也就是说 做爹的再给这孩子另外吃药 那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小海洋刚开始肚子疼的时候 许春生啊 他听说这得了风湿性关心炎的这老人 身上一痛就吃一种药片 止痛的效果挺好 那么许春生呢 也是爱死心切 就自作主张的 也给这儿子吃了这种药 据说呢 吃了这药之后啊 小海洋的肚子疼啊 确实好一点 所以以后孩子再肚子疼 那许春生就给他吃这个药 听了许春生的这解释啊 告诉他那叫一个崩溃啊 那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也是 这药要是自己能乱吃 那还要医生干啥呢 我感到非常容易啊 我马上就把药给他收了 这下 医生心里 那算是有点数 小海洋这查不出原因的肚子疼 很可能就是 许春生一开始乱给孩子吃这 大人用的药 伤害了孩子娇嫩的肠道 果然 这种药一停 小海洋的情况呢 就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上去之后很快 这孩子症状就明显的好转 有一个多星期吧 上去之后有一个多星期 这孩子发症的症状 是一天比一天轻 哎 闹了半天 感情是这做爹的好心办了坏事 所以说 这药啊 你可不能乱吃 说到这儿呢 有人要问了 那孩子莫名其妙的拿大顶 那也是这乱吃药带来的后果 哎 当时呢 医生也不敢肯定 可就在他们准备进一步的查找原因的时候 小海洋 却又出事 怪病原因即将浮出水面之际 许春生父子却突然失踪 倒立男孩背后的真相 为何会让所有的人大跌眼睛 经典团奇继续为您紧密 上节说到 医生发现 小海洋长期肚子疼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许春生他自作主张 长期给儿子吃了一种 大人才能吃的止痛药 正当他们准备一鼓作气 准备再把这孩子拿大顶的原因也找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小海洋又出事 怎么回事呢 前面说了 自从停掉了止痛药 小海洋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准 那么有一天呢 许春生就带着孩子上街玩 可这爷俩玩得正高兴 孩子缠着的爹要买一样玩具的时候 突然 小海洋就 再次倒下了街 那么送回医院一检查才知道 因为长期的倒立 小海洋炉内 已经出现了冲险和积水 不断升高的炉内高压 已经威胁到了孩子的生命 海洋肺病情太别重 他都不吃饭 全兴起都没有吃饭 他不吃饭 我几乎都没有吃饭 他早就 我说我也不想过来 今天我都想死 他看了看什么 他父亲说了 我救救我的孩子 你不要叫我孩子死掉 他才这么小一点 做爹妈的心理气 其实啊 这医生们心理何尝不及 经过抢救 小海洋总算是脱离了危险 不过 医生们并没有松一口气 他们知道 不找出孩子动不动 就是倒立的原因 你不除掉病根 孩子随时还会有危险 可是 该从哪去找病根 想来想去 高主任也没有想到什么线索 只好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我觉得他有点奇怪 我要观察一下 我观察观察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以后啊 只要小海洋一说肚子疼 一开始倒立 高主任就躲在一边 悄悄地观察这孩子的一举一动 而几次观察下来 他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蹊跷的现象 什么呢 第一 孩子犯病的时间 有问题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情况下 或者他对什么事情不满足的时候 或者他要求什么 你没给他满足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犯病 有病吗 给他灌啊 那有点脾气有点大 也就是说 这孩子犯病的时间呢 往往是在他有什么要求 大人又不答应的时候 第二 孩子犯病的过程 那也有问题 那这话怎么说呢 哎 有一次 小海洋又喊肚子疼 开始拿大顶 这一次 高主任呢 就多了个心眼 他没急着用药 还肚子疼 我肚子疼是好了 可以打一阵吧 就打了身体眼神 打完没有任何要效的 生理眼神 您猜怎么着 哎 刚刚还肚子疼的 死去活来的小海洋 竟然马上就好了起来 坐在这个床上啊 他就玩开了 怪吧 哎 您肯定就觉得怪 可这高主任呢 却不这么看 他觉得呢 自己啊 已经找到了其中的奥妙了 这天晚上 高主任呢 就把许顺生 叫到了办公室 把自己的想法 给说了出来 这两天 我观察的情况看来 我觉得孩子呀 肚子疼肯定是有的 对不对 他发作起来 就是说他疼起来 确实很痛苦的 但是肚子疼 也不会一天到晚 反复发作很多次 特别是我早上 看到的那个人情况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情绪因素在里头 高主任这话呀 说的很委婉 估计呢 您没怎么听明白 其实啊 说白了 高主任的意思就是 小海洋肚子疼 那可能是不讲 可完全没有严重到那种 要死要活的地步 那痛苦的表情 还有那拿大顶 那都是孩子 装出来的 什么 装出来了 你说一个五岁的孩子 为什么要装病呢 还能装的那么像呢 这话啊 估计您都不行 你就更别说 那做爹子了 一听高主任这话呀 许春生当时就急眼了 说你们看不好 就看不好吗 我也不怪你们 可不能说这种话 来对付我们呢 合着我们爷俩 在欺骗全世界会是吧 一气之下 许春生当晚啊 就竟然收拾了东西 悄悄的就抱着孩子 离开了一院 这下 可把医生们急怀 好不容易 他们才在大街上 又找回了爷俩 那么为了让许春生 相信自己的话 高主任呢 给许春生啊 就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他把小海洋 安排进了24小时 视频脑电图室 那么再把许春生 请到了病房外面 哎 当小海洋呢 发现父亲不见了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犯病了 又是苦恼 又是拿大顶 和以前犯病时啊 一模一样 不过呢 他犯病时的一个细小的动作 却被摄像头给拍了个清清楚 这次发作的时候 我们从头再到尾都在跟前 发作的时候就发现这孩子 头朝下看的时候 眼睛还时不时的抬起来 描描周围的人 奇怪吧 一个疼得死去活来的孩子 你说怎么还有心思 观察这周围的动静呢 更怪的那孩子后面呢 脑电图测试结果显示 小海洋在这次发病的时候呢 脑电波并没有出现异常 也就是说他的癫痫病当时呢 根本就没有发作 可以肯定那种道理和痛苦的喊声 确实就是小海洋表演出来的假象 铁证如山 看到这儿 许春生他也不得不相信了医生说的话 不过呢他还是不明白 你说这么小一小孩子 怎么就学会了装病骗人呢 哎 高主任说 这也可不能全怪了孩子 这呀 也是一种病 他有情绪障碍 而且这种情绪障碍是叫做焦虑症 他表现的就是说腹痛 原来小海洋之所以装病骗人 他也算不上是故意的 一开始呢 可能确实是因为癫痫病发作 他产生了肚子痛 可后来呢 他就发现 自己越喊疼 表现的越痛苦 这爸爸妈妈就越着急 而一些平时得不到满足的要求 那爸爸妈妈这时八成就会答应 哎 这就给了这小家伙啊 一个不好的心理暗示 自己有什么要求 又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装病发脾气 甚至是拿大顶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让这爹妈呢 满足自己的要求 时间一长 这就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毛病 医学上呢 也叫做焦虑症 看到这儿啊 有人要说了 你说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这思想的有这么复杂吗 听着可不怎么靠谱 哎 您还别不信 这可是有先例的 在咱们以前的节目里面呢 他说过这样一件事 重庆开县 有个叫苏敖的这个拔萃小男孩 突然有一天 他就变成了恐怖的吸血鬼 还说自己是左宗棠 吸血的那种吸血 一样 抓住就要咬 咬住就要吸血 当时他就是 我要喝血 这样我要喝血 他就这样 你第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这样的 哎呀 很满足的 这就是天啊 可把家里人还有这乡亲们啊 都给吓坏了 都说孩子是僵尸附体 可最后结果怎么样 看过那期节目的观众啊 你就知道 原来啊 苏敖他是一个留守儿童 他的爹妈呢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 一年呢 才回来一次 苏敖呢 很想爸爸妈妈天天就陪着自己 关心自己 那怎么办呢 不说 您也看到了 苏敖竟然想出了用装病 办这个吸血鬼这样的极端方式 来得到父母的关爱 而咱们今天说的这小海洋 他的动机和苏敖那是如出一种 只是呢 他太小了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给全家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不过 找到了病根 哎 那就好办了 医生们对小海洋进行了专业的心理辅导 再配合对癫痫病的治疗 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如今呢 小海洋已经出院了 而且呢 再也不会干拿大顶这样的傻事了 都说呀 身体上的病好 心病来 可谁也不会想到 一个才五岁多的孩子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心情 说起来呢 这爹妈的无知和溺爱 那也有推移不掉的这个责任 如今 你看 都是一个孩子 要想让他健康的成长 除了这吃好喝好 咱们做家长的呀 那确实还应该多看看 多想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